作为中国白酒行业 唯一拥有烧果宝的企业 中国四川卢州老教股份有限公司 与卢州老教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9月15日 在洛杉矶亚凯迪亚市 举行了隆重的北美办事处成立街牌仪式 洛杉矶著名电视主持人Gigi 主持了当天的活动 卢州老教大家也知道 与美国有着不简的远远 1915年在首届巴拉玛万国博览会上 卢州老教代表中国获得了金奖 从此以后 卢州老教的品牌回升全世界 这些年卢州老教的发展非常顺序 去年我们销售额突破了100个亿 我们利税达到60个亿 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 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会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把我们的产品 把我们的品牌带到全世界 也重新希望各位多多关照 关心支持卢州老教在海外的发展 卢州老教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洪波 卢州老教国际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及卢州老教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许璐女士 卢州老教国教酒类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彪等热情欢迎来宾丽丽 亚凯迪亚市市长戴守珍丽丽祝贺 并颁发贺壮 南加州商界乔界及卢州老教海内外经销生代表 近百人出现了接牌仪式 很高兴在这里有这个分店 就是批发吧 Anyway Arcadia有60%的华人 所以很希望有这个东西 这个商业在这边 因为这个对华人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我们也知道 所以我们很高兴 四五都很高兴这个东西在这里开了 而且这也是Arcadia的Downtown 所以很好的地点 卢州老教作为中国白酒文化的代表 建立卢州老教北美办事处 就是要在北美市场 打造卢州老教国际化等样办市场 将其品牌 文化和时尚等影响力 为中国白酒文化的传播 以及卢州老教与世界酒业的交流与合作 开启新的大门 全美电视台记者 采访报道 到北美市场里面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